嗨,大家好,我是阿美美 各位看,我桌上這一盆是薑黃 好像上次有跟各位介紹它有開花 那最近看它葉子都鋪黃掉了 我想說來整理一下 那昨天有跟各位介紹 就是說我在屋頂上有 在火龍果的附近有種了一些薑黃 我想說乾脆把這一盆薑黃整理 看看還有沒有薑黃可以拿到樓上種 好,那我們就來開箱 我先把這些葉子都拔拔掉吧 還真好拔 好像有小的,我可能需要鏟子 這整個倒出來倒在兩盆可以嗎? 可以啊,倒兩盆一下,好啊 整個倒出來就好 土壤都倒出來就好 我來倒到這個 哦 嗯 也不曉得裡面有沒有 反正也都要整理了 哦,哦,哦 我這邊卡住了 來 來看一下囉 這是不織布 哦 真的長滿多的 對 我們就來給它看囉 正面看好 翻過來 這個土壤好像很多沙子 對,當初好像有放滿多沙子 看看它到底有沒有長 還是 不行的 看看好不好 好 因為我也沒有特別照顧 就是丟在旁邊 這一個 好像情形比家裡好一點 好一點 好一點 好一點也是很瘦小 瘦小可能養分 養分,因為我都沒有理它 就丟在那邊 我記得有一年 還是去年嗎 我有在 所以也是開箱那個薑黃 就很大顆 你看都沒有那個 嗯 因為沒給它養分 就是丟在那邊 這什麼 長這樣這什麼 怎麼弄回 這什麼 新的牙嗎 這什麼 新的牙 哦 對耶 也是它的牙球 一部分對不對 沒發出來的嗎 可是它 我看它有開花 再繼續挖好不好 嗯 反正如果還很小 你就拿到樓上去種 對的 也沒什麼關係 無所謂的 咦 等一下喔 雖然很小 雖然很小 這些全部要重新種過 有沒有 其實它要準備發新牙 對 繼續挖 這邊好像有一坨 是不是 這邊齁 看一下這邊 把它弄霜 沙土的排水是比較好 不過好像養分不是很高 應該 因為我們都沒有施肥什麼 都沒有看 它有要長的爛 油內 只是 不夠大一樣 你看很多 對 沒有說爛掉的感覺 沒有 這邊沒有 各位看齁 在家裡種那個都爛掉 對 可這邊排水性比較好 各位 好嗎 就這樣正面 對 千蛙 看還有沒有 這是薑黃 不是紅球薑 這什麼被我折到 這什麼 薑 應該也是薑黃嗎 其實 就是 我們這次把它好好整理 應該會有比較多的收穫 嗯 都小顆對不對 嗯 表示它還不夠不大 對 因為我都丟在旁邊 我沒去理它 可是 因為天氣一到的時候 它就自動枯萎了 對不對 對 氣候 可是它今年有開花 好 這沙子比例算滿高的 你看 沒有 還有一些發泡電視 應該沒有 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子 那就這樣 那沖一下 不用 不用了 因為你還是要埋進去 等一下埋到樓上去 來 我們看一下吧 對 我們來清點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吧 根絲很多 來 這樣 好小 對 最大應該是這個 其實它真的要長 各位看 這這麼大塊 嗯 因為都沒有去給它 好好照顧 對 這個 這個也是 你看其實它都有長 只是還沒有長大 就是說 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應該 這叫什麼 那最近 這種天氣也是在修眠期啊 就把它種一種一下 好 這就是 採收出來的 薑黃 應該都是小 應該算小根的 這個還要拿去樓上種 對 薑黃本來就跟薑不一樣 哪有可能像薑那麼大條 對啊 嗯 這個 我是覺得這已經滿了 對啊 這已經算 算成長了吧 因為薑黃算比較貴 它比較小 可是也沒有小 有 有嗎 我是覺得可以再大一點 我想說這整個在哪去給它種 對啊 這應該還好 那就這些 反正最近樓上已經有整理 一個地方出來可以種薑黃 那剛好就把所有的薑黃都種上去 嗯 那再一起照顧 啊 那就 開箱完畢了 就是 收獲就是這些小薑黃 嗯 這個也不會拿來吃啦 我們會再把它繼續種回去 嗯 好啦 謝謝大家 最大顆的就是這個 好 我們會把它種到樓上去 好 就介紹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 也許幫我按一個讚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拜拜 嘿嘿 加加減減啦 不是專業的 呵 呵 呵 可什麼 按一下 按一下